拜登上台後 國際社會關注其政府對中共的態度 以及美中峰會何時召開 6月4日有美媒引用專家的分析說 由於美國的對華政策非常複雜 拜集會也許不會太早排上日程 習近平還要備量一段時間 美國之音4日引述消息說 自從拜登1月份上任後 特別是美中兩國高級外交官員 首次會晤延遲交鋒後 北京方面一直試圖爭取美中早日實現 拜登與習近平的峰會 但華盛頓似乎對此興趣不大 報導引述美國智囊 難得公司國防問題高級研究員 何天穆的分析說 美國已經將中共列為其競爭對手 美中兩國領導人遲遲不舉行峰會 可能是華盛頓發出信號的一種方式 表明他認為與盟國和夥伴的關係 要比與中共建立關係更重要 美國外交政策專家桑德斯表示 拜登與習近平的峰會 或許不會排上太早的日程 這是因為美國的對華政策非常複雜 拜登政府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 來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 桑德斯說 拜登過早的與習近平會晤 可能會破壞這一個進程 甚至可能會進一步削弱美中關係 特別是考慮到 目前圍繞中共行為的美國國內政治氛圍 美國知名智囊東西方中心 高級研究員姚二對美國之音表示 拜登最終還是會與習近平見面 但短期內習近平還必須被拜登 諒在那裡一段時間